你别哭了 不准你哭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今天见笑了 因为我觉得今天哭得太惨了 眼泪哗啦啦流 跟一个孩子一样 明明二三十岁 三十岁出头的人了 谢谢 谢谢 一波王驾BOOM战队 一波王驾BOOM战队 最终获得四个晋级名额 八个人当中要淘汰一半 我太难了 王一波队长 我就直接一点 就是果断一点 我也不想拖着大家难受 然后很感谢你们 能够陪我走到这里 真的很感谢你们 我要淘汰的人员是 第一位 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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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 小姬 小姬 为什么 第三位 电门 电门 还有最后一位 涛涛 杨文涛 谢谢 对不起 我觉得其实队长也很为难 有句话叫辞不带兵 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将领 对于我来说 就是从私心的角度来讲 其实很希望我的付出 能够被队长看见 但是从一个将军的角度来讲 付出是看见了 但是取得胜利 才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 要不然前面所有人的牺牲 都白费了 他其实也纠结 他其实看见到所有的东西 但只是没办法 他必须要做这个决断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将军 带兵打仗的人 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这个团队从 十三人开始到现在 我年纪最小 我先来说 作为我一个 武林在各位数的舞者来说 我可以和这么多 平均武林在十五年左右的 我的队友们 我的大哥们 一起排舞 一起进步 我觉得很幸运 我觉得很幸运 然后 大家在Underground的比赛上见吧 我现在最难受的就是 我要临走之前穿得这么丑 真的 早知道刚才去换套衣服 我在这个舞台上面 对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因为我在这里展现了我的风格 还有我想表达的东西 然后也感谢这些舞台 然后让这么多人知道我 让我有这么大的平台 去展现这些东西 尊重 所有人 对于我来说 我跟我爱人在这里已经收获了 其实远超过我们想象的东西了 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开心 还是要再次感谢王一波队长 给了细心的那条毛巾 才让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双人舞 真正意义上的跳给所有人看 谢谢 谢谢 那个喜我好喜欢的 我是第一季就来过了 然后好像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 然后我觉得我们再次参加这个比赛 其实也是带着一种街舞精神 然后站在这个台上 无论输或者是赢 然后其实我们都不顾一切的往前去冲 我觉得这种精神 希望大家能记住 然后记住我们是街舞人 谢谢 一波王家这四位 希望你们走到哪里 炸到哪里 Don't say so much 不要哭 不要哭 可以了 这个不要哭 我最开始来的目的就是 我最开始来的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看到我跟歇歇 我们两个人的双人舞 我们歇歇已经做到了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 我能够帮队长帮到什么程度 能够帮我们的团队帮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当我的能力尽完了 把大家送到那个离决赛也好 离冲刺冠军最近的那个路口的时候 我就应该下船了 然后目送队友们去完成最后的任务 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反正加油呗 也没什么要说的 但是 不是 其实我给你冲在这种礼物 我一会儿改进 这一季其实 我是把自己能跳的 擅长了 和我自己能开发身体 去开发的一些别的东西都做了 我跳了Breaking 我跳了Quang 跳了Hip-Hop 跳了Locky 又跳了Urban 我站在C位 然后跳Way 这个之前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看这一季其实都完成了 别哭了 不准你哭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今天见笑了 因为我觉得今天哭得太惨了 眼泪哗啦啦流 跟个孩子一样的 明明二三十岁 三十岁出头的人了 来这些山 很多人会觉得 小吉你好搞笑 你就是来搞笑的 其实就算这样子 我也觉得无所谓 就是来搞笑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人 你最主要的就是你要开心 我可以少赚多少钱 我可以少拿多少冠军 我都要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要做到开心 做我自己最开心 最满意的那一歌 Don't pay so muc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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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